这根素颜探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食材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它吗 今天咱们要去素颜的是什么呢 春天是野菜的舞台 没有人能抵御这份新鲜的诱惑 那作为春季头到先必吃的卢蒿 在江浙户一带 特别是南京 被看作是菜市场里的灵魂 南京人吃卢蒿 讲究新鲜脆嫩的口感 那除此之外呢 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做法 据说能焕发出卢蒿的第二重鲜 那这新鲜卢蒿到底有多脆嫩 卢蒿的第二重鲜又是什么味道呢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 如何锁住这春日里的一口鲜的吧 春雨润野菜香 饭桌上的野菜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味道 在一家饭店里编导发现 有一道野菜几乎每桌必点 比较喜欢吃一点那个野菜 比如说马兰头呀 卢蒿呀 这些菜里面 您觉得哪道菜最好吃 觉得这个清炒卢蒿 卢蒿 又名楼蒿 是一种野菜 具有清香气味 按筋杆的颜色分 主要有绿杆和红杆两种 嫩筋叶可凉拌炒实 众人喜爱的清炒卢蒿究竟有何特别 我们也点上一盘 没想到厨师将原材料端过来 现场进行制作 可是一上来 厨师却将几块石头投入锅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石锅用火烧热 然后鱼花石用油把它误热 然后里面配上咸肉丝 配上卢蒿 然后再一起操作 原来是利用烧热的石锅和鱼花石 来烹制卢蒿 可是厨师为何不用铁锅 反而另辟西径 选用石头来烹制卢蒿呢 主管非常热 比用锅里面炒出来的效果还好 因为它是用石锅把它烫出来 原来经过高温烧热的石锅和鱼花石 具有传热均匀 散热慢的特点 滚烫的石体能瞬间锁住卢蒿的水分 卢蒿的脆嫩惊艳四作 卢蒿吃在嘴里面是脆脆的感觉 特别清香 能做出这么爽脆的卢蒿 除了厨师既以金寨 原材料肯定大有讲究 这个卢蒿产自南京八卦州 然后比较清香 比较脆 比较脆是吗 对 那它还有什么特点呢 听说这个卢蒿它是悬空生长 悬空生长 对对对悬空生长 卢蒿不是长在地上吗 为何会悬空生长 我们带着一问 根据厨师提供的地点 来到了江苏省南京市 鸡霞区的八卦州街道 春季挖野菜 卢蒿哪里找 八卦州街道所在的八卦州岛 是长江中仅次于 崇明岛和阳中岛的第三大岛 春季八卦州的江滩附近 随处可见踏青赏春 采摘野菜的人们 我们要找的卢蒿也是一种野菜 他们会不会知道 悬空卢蒿的下落呢 大姐没踩到卢蒿 也不知道悬空卢蒿的下落 我们继续在林中寻找 卢蒿的踪影 远处有位老人 已经踩到了一大袋野菜 那他是否踩到了卢蒿呢 您这挖的什么菜呀 鸩头 您今天挖了多少了呀 今天啊 今天我们三点钟才来的 三点钟才来 三点钟才来的 刮了有十斤吧 十斤 走上去买 小朋友来刮 刮过来明天走上去买 就这样的 这位大爷 踩了一大袋的马篮头 却并没有踩到卢蒿 老实话真的 我老是乎的 对对 你叫您老伴过来 不远处 我们看到了大爷老伴的身影 没事没事 就挖吧 就看看您挖野菜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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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挖的是什么菜呀 马南 马南头啊 挖多久了 挖了哥哥里边的 这个怎么挖呀 这能剪到剪 能剪到剪 我刀挖的有醋不好 剪 那我这样一 我剪就剪的话呢 抓尾部 抓到上去尾部 抓尾部它有没有醋 你看到啊 太醋 我去走 你不能不能走 大爷大妈 踩的都是马篮头 难道这片林子里 没有卢蒿吗 我们继续向深处走 您这是摘的什么 这是红蒿的 红蒿 您摘的都是 都是红的 都是红的 对 得知我们也是来找卢蒿的 大爷带我们返回林中 寻找卢蒿 这红蒿子一般都长在什么地方呀 就这些地方都有 长在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是吗 没有 没有 这卢蒿都被人挖走了 不好找了 怎么都挖下 这个 成立了去下天秀的 拿它都过来 都过来挖 都过来挖 没有 这不是红的 这一个小 这就是 大的一个人挖的 就这一段红 就是杆子 看就看杆子 这一个 主要是看杆子是吧 主要看杆子 您这为啥把这些刀往土里扎 要跟着 你没得跟它不得合 你凭这个上面割它不得合 它真的 您挖回去的 然后自己种在地里培养 它这个 长有这么长 原来野生卢蒿生长在潮湿的江畔 春季 野生卢蒿才刚刚发芽 仅有一寸长短 此食材下的卢蒿还需要进行移植培养 那么饭店里的长卢蒿是从何而来 厨师所说的悬空生长的卢蒿又在哪里呢 您知道有没有那种悬空的卢蒿呀 我们基本上地方没有 哪个地方没地方有 我们基本上没有 我们这边八卦州没有 没有 确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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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奇怪了 八卦州是卢蒿的重要产地 而且外界传闻 悬空卢蒿就来自八卦州 为何我们在此遍寻不见呢 我们想到 如果卢蒿可以悬空生长 是否能被我们的航拍仪拍到呢 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放出了航拍仪 先去一探究竟 航拍仪巡视一圈 周围只看到大片的蔬菜大棚 和绿油油的田地 并没有看到悬空的卢蒿 是不是高度不够呢 我们身高一百米 两百米 但依旧一无所获 悬空生长的卢蒿究竟在哪呢 看来还得求助当地的菜农朋友们 雷大哥你好 您这手上拿的是卢蒿啊 是卢蒿 那您知道有没有一种 那种悬空的卢蒿呀 这边没有 这边只有长在地下的 只有长在地下的 那附近有没有别的种卢蒿的地方呀 那边有个棚 是不是有 你到那边去看一下 种菜用上挖掘机 为何还得加水泥 卢蒿竟然有毒 吃卢蒿难道有危险 明明这里的卢蒿就种在田里 为何还说是悬空种植呢 为了解开疑惑 我们朝着菜农朋友指的方向前进 这是种卢蒿的地方吗 我们来到了一处大棚 棚里的景象让人诧异 其他卢蒿棚里 卢蒿长是几人 而这个大棚 这么种得稀稀拉拉的 看这边 那几乎都是杂草 还完全没有整顿的样子 我们走近一看 这地上长得哪是卢蒿呀 全都是杂草 这座大棚看起来比其他卢蒿棚 精美得多 怎么里面长满了杂草 我们会不会找错了地方呢 你好 你是干嘛的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 哪里有那个悬空卢蒿 这是种卢蒿的地方吗 是种卢蒿的 但是怎么种 你过一会儿就知道 哦 这会儿还没有 对 原来真的有悬空卢蒿 但是卢蒿在哪儿 大伙又在忙碌着什么呢 这个挖掘机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平年土地清理杂草 陈主任说的这些 都是种地前要做的事 难不成这悬空卢蒿 还要陷种 我们了解到 卢蒿分为东春卢蒿和福秋卢蒿 东春卢蒿一般在十一月下旬至一年四月下旬上市 福秋卢蒿则在八月上旬至十月中旬上市 如今别人家的卢蒿都上市销售了 它们现在才种 这时间也对不上呀 还未来得及弄明白 工人师傅拿了一卷白色地磨 将地面覆盖起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在这地上铺膜干什么呀 铺膜不给它长草 不长草 然后就摆在水里 越说越离谱了 没听过种菜还要铺水泥的 我们还没弄明白 工人师傅们又有大动作了 只见他们将拱形的支架安装起来 可是这已经有棚了 为何还要安装支架呢 这些支架又是做什么的呢 看到这个架子立起来 我大概知道这个卢蒿怎么弄了 是不是把这个卢蒿像那个掉蓝色的 掉在上面 不是不对 这个是沉睡不起的 架子摇摇晃晃的 它的沉重能力也不太行 对 钢架是起二层薄膜 第二层薄膜 不是挂在上面 保温的 那咱们这个卢蒿怎么捡起来 你继续往下看吧 一段时间过后 卢蒿棚竣工了 一排排金属支架 整齐排放在硬化的水泥地面上 这些支架是否就是卢蒿悬空的原因呢 可是卢蒿不是藤生植物 这光秃秃的支架 怎么种植卢蒿 而且关键的是 我们的主角 卢蒿在哪呢 咱们这个场地都建设好了 我们的卢蒿呢 还要做一点小手术 卢蒿还得做点小手术 对 地里种的卢蒿 都已经成熟上市了 怎么到了这里 种卢蒿之前 还要先给卢蒿做手术呢 看 里面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 只见技术员利用刀片 将卢蒿的精尖部分切下 放入一个透明的小罐中 这些小罐中 长满了小小的绿苗 好似悬浮在空气中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悬空生长 可是 这些都是小苗 也没法吃啊 而且 为什么要给卢蒿做手术呢 这个是什么呀 卢蒿脱毒苗 脱毒 难道我们食用的卢蒿有毒吗 可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卢蒿 气味肝无毒 主治五脏邪气 就服轻身 令人耳聪目明 不衰老 这些都说明卢蒿无毒 怎么如今又说卢蒿有毒了呢 毒是它原始卢蒿病种 自身带的一些病毒 这些病毒是永远存在母毒当中的 无论我们怎么扦插 或者还有繁殖 它永远会带的 国人采石卢蒿的习俗 由来已久 却很少听闻 有人吃卢蒿被病毒感染 那么卢蒿携带的病毒是什么 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那病毒的话 就是说 它的传播呢 通常是通过牙虫 危害产生的 它在体内会长期的 慢慢慢慢地接垂 接垂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会对生产 产生严重的影响 主要影响在它 长势 产量 以及品质方面 原来这些病毒 虽对人体无害 却对卢蒿的产量和质量 影响极大 科研人员将无毒的卢蒿筋间 2到3毫米部分切下 放入培养皿中进行培育 就能获得脱毒苗 可是这些脱毒苗如何变成我们平常食用的卢蒿呢 这个就是卢蒿的主品苗 平苗 这个苗呢 已经生根了 你看到底下也根了 这个苗呢 就可以拿到 这个机子里面进行驯化 经过驯化以后 长大以后的话 就取它的枝条 把它去掉以后的话 这个枝条的话 它就可以剪成这样一段一段的叉碎 这个叉碎呢 这个就可以用来进行生产了 这个叉碎呢 供应给老百姓 老百姓再用来大田进行生产 这些脱毒苗被作为种苗 摆在钢架上培养 于是便形成了悬空生长的现象 这个卢蒿它可以和地下种的卢蒿 初开季节上市 一年能收四到五长 那普通的地上的呢 一到两长 经济消息要翻倍 培养好的种苗 将给广大农民 种植在卢蒿田中 由此 解决了病毒对卢蒿产业的影响 大幅提升了卢蒿的产量和质量 如今 卢蒿突破季节限制 实现全年生产 卢蒿产量提升 我们有目共睹 但是品质是否也随之提升 作为春天的一口鲜 卢蒿最关键的是脆嫩的口感 如今卢蒿是否更脆嫩了 我们来到一个卢蒿田 一探究竟 我现在准备了一把新鲜的卢蒿 这个卢蒿到底有多嫩呢 我们决定用一个小测试来测试一下 就用我手中的这个砝码 然后现在大家挑选一下 卢蒿里自己觉得最嫩的那一个 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可以 我觉得这个挺嫩的 你那个是最不嫩的 品质最嫩的 我们这个弯的就叫嫩的 我这立着的不嫩 弯着的才嫩了 你那个就木质化了 木质化了 炒出来可想就不好吃 它跟您比较一下 品质好的要拿到手上 竖起来是弯的 那我们用砝码试一试吧 我说不定这个也挺嫩的呢 我摸着它感觉挺嫩的 那个陈一斤都帮不了 行 我们试一试吧 编导拿出一枚20克的砝码 20克相当于 三枚以元硬币的重量 在这个重量下 卢蒿会被折断吗 我绑好了 大家觉得会断吗 断 断 断 面对20克砝码 那卢蒿会断吗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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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20克的砝码 就把这个卢蒿给弄断了 试试看每个 突然地点名 编导有些心虚了 我看一下我的20克能断吗 大家觉得能断吗 觉得有点不太能断了 挺结实的 相当的结实 说明这底下都挺硬的 嫩都不够 嫩都不够 已经老了 老了老了 这个就是有点老了 平时不好 果然 杆子直立的卢蒿 不如杆子弯曲的脆嫩 那么卢蒿面对重量更轻的砝码 还能断吗 我们决定挑战砝码盘中最轻的砝码 10克砝码 这次卢蒿还能被折断吗 这次我找了一个10克的砝码 看一下卢蒿会不会断 来您试一试 好的 断了又断了又断了 10克也能断 看来这个卢蒿真的特别嫩 细嫩嫩 对对对 特别嫩 看来新鲜卢蒿真的是脆嫩无比 为了保持这种脆嫩口感 新鲜卢蒿一般都是当日上市 消费者买回家 这脆嫩的卢蒿又该怎么报仙呢 村民给我们值了一招 包纸包的一号 包纸包是吗 包纸包 好了 像这样的包起来 摆到饮料之后 要摆十斤 靠到墙边上 放在厨柜上都可以 为何用包纸包 可以保持卢蒿的新鲜吗 因为它这个 吸收的水分要好一点 如果摆到包的话 这个就不透气 它这个车就永远复连 将卢蒿用报纸包裹 虽然能保持卢蒿的新鲜 但用报纸包 毕竟不卫生 村中有位大叔告诉我们 它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保持卢蒿的鲜味 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一年多没问题 一年多 绝对没问题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倒在盆里头 然后呢 然后进行撒盐腌制 新鲜卢蒿保鲜 为何要加盐呢 大约十斤卢蒿 撒七两盐左右 七两盐 咱们这个要拌到什么程度呀 要帮到这个卢蒿出了一点水分 出水分 搅拌完成的卢蒿 只水渗了出来 变得软软啪啪 这样做真的能保鲜吗 放在这晒就行啊 对 这个要晒多久呀 晒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 完全把水分晒干 要完全晒干 对 要便宜处餐 看来 大叔是要将卢蒿做成卢蒿干 可是晒成了干的卢蒿 还能算是保鲜吗 这个就是晒干的卢蒿 对 这就是成品 晒干了 但是这个跟那新鲜的卢蒿长得不一样了 对 这个就是看着不一样 但是它的鲜味仍然有 也就是说新鲜的鲜虽然不在了 对 它是鲜味的鲜味 对 它固有的卢蒿固有的香味仍然有 而且很浓 很浓 在太阳和风的作用下 通过煤的作用 风味分子互相反应 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鸟干酸钠等 生成了更多的鲜味 卢蒿的第二重鲜 诞生了 用泡发的卢蒿干烧肉 能在舌尖开启一段极致的味觉体验 如今南京八卦州卢蒿正在申请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当地的努力下 卢蒿将走进更多人的餐桌 与五湖四海的时刻相见 从北京到江苏省南京市 我们跨越了一千多公里 探寻卢蒿玄空生长的秘密 依靠组培脱毒技术 卢蒿摆脱了病毒的侵扰 脱毒苗的出现 给卢蒿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卢蒿实现全年生产 春天的味道得以延续正年 同时 创新的卢蒿干等副产品的出现 不仅丰富了卢蒿产业链 也给人们带来第二重鲜的全新味觉体验 有人说春风十里 不如野菜半斤 挖野菜是春季独有的乡间野区 曾经的野菜卢蒿 也走上了产业化之路 实现了全年生产供应 消费者一年四季 都能吃到春日的一口鲜了 农户也能从中得到实惠 当然在这儿要提醒大家 喜食野菜本来是件好事 无可厚非 但是也要注意 千万别在广场草坪 公园绿地一类的地方挖野菜 让我们一同享受文明生态的绿色春天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